11月27日将有德国最新通胀更新 所以通过经济日历来了解更多吧 我是本琼斯 美国市场因感恩节修饰 但其他市场还是繁忙的一天 首先在早晨8点55分 将要发布的是德国11月份劳工报告 10月份失业率超过预期 但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率保持不变 上午11点30分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 将在芬兰赫尔辛基银行举办的研讨会上发表讲话 德国11月GFK消费者新兴指数将在中午12点钟发布 在连续两个月的下降后 10月份该指数恢复增长 被受关注的德国11月份 初步CPI将在下午1点钟发布 10月份该指数意外下降 这是4个月以内的第一次下降 两则关于10月日本的经济新闻将在晚间11点30分发布 其中包括被受关注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9月份年通胀从8月份的3.1%下降 9月份失业率小幅上涨 但涨幅符合市场预期 另外两则关于日本10月份的经济新闻将在晚间11点50分发布 其中包括初步零售销售指数 自4月份销售税上调后 9月份销售量强于预期强劲增长 初步工业生产将在同一时间发布 9月份该指数意外增长 扭转了8月份下跌的1.9% 11月份新西兰NBNZ商业新星指数将在5月发布 该指数10月份上涨14个点 这是自7月份以来的首次增长 11月份英国GFK消费者新星指数将在凌晨12.05分发布 在9月份跌破零点以后 10月份该指数继续下滑 日本10月份新屋开工将在28日凌晨5点中发布 9月份新屋开工继续下降 但降速慢于预期水平 这就是周四的经济日历 明天将为您带来更多关于周五的精彩内容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